有车友问巧哥算不算复古踏板 其实复古只是一种风格 从这个角度来说巧哥不算复古 但如果从巧哥的发展来看那是真古 初代巧哥诞生在1983年 比在座很多车友年龄都大吧 那我看到网上有许多文案都说 巧哥发展到现在是第九代 但实际上在日本的资料中 我并没有找到几代木这个说法 应该是国内有人根据历史型号总结的吧 日本国内生产的巧哥都是50cc的 版本多了去了 现在日本国内再售两个版本 一个是2018年上市的巧哥CE50Z2 在2021年和23年都有更新 有意思的是这款亚马哈经典车型 是本田代工的 另一个是台湾省亚马哈生产的巧哥125 网上有人说台湾省亚马哈 这个是第九代 那诸州建设亚马哈生产的就不是了嘛 而且后者上市的时间更早 销售数量更宝大 这也是很多新车友所熟知的巧哥 而对于老车友来说 大概分成老巧哥和新巧哥 老巧哥是从2003年诸州巧哥开始的 52国3版本巧哥100 算上高仿山寨的就更多了 很多车友入坑摩托就是从这些花样繁多的巧哥开始的吧 我当年也骑过一台高仿的 不过很多车友也许和我一样还是执念老款巧哥的外观吧 那也真的是突出一个巧字 新巧哥大家都不陌生了 作为亚马哈巧哥的一个海外版本 应该算是最成功的一个 也是当今很多新车友的入坑车型 应该也是全国范围内唯一能与零木UY抗衡的125塔版 作为一个摩托爱好者 对于这些经典车型 我当然是津津乐道 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感觉有些遗憾的 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希望国产品牌发展再快一些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经典的国产车型 给我们带来记忆 让我们如辅家珍